身为屌丝尽力推高冷女总裁 谁也没想到多年后 我金绿帽加冕 结婚纪念日我想给老婆一个惊喜 请了同事亲朋到家里开派对 所有人望眼欲穿 她一直没回家 直到12点我打视频过去 她的小鲜肉一丝不挂地接起来 须她睡着了 镜头里她只穿着内衣面色潮红地睡着 我挂断视频驱散所有人 丢掉鲜花和蛋糕送去了离婚协议 她撕掉协议30岁的人了 离开我能干嘛吃软饭呢你还行吗 我笑了中年人没有了体力 却有了人生重启的勇气 人到30岁会告辞 说声再见再也不见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用两根手指捏起离婚协议书随意换我 可离婚你就只有这点小把戏幼稚 没有半句解释大概是她不想 或者觉得我配不上她的解释 柳如烟浑身酒气脚尖挑着高跟鞋一勾一勾的 横顾四周突然笑道 你也30岁的人了没必要这么孩子气 不就是取消一个派对吗 你想办多少个都可以去给我煮碗醒酒汤来 在老婆眼里我精心准备的一切都成了笑话 而昨天她只穿着那一根竹马躺在床上 那一幕被公司同事看到好 似乎也是在正常不过的事 我抱着胳膊站在原地没动 以前我把她捧在手心里 只要老婆诉罪我都会无微不知的照顾她 可那是曾经柳如烟见我没动柳没微准 聋了吗你觉得我会被你这点小手段威衰到可 我声音嘶哑的说我已经签好座 既然不爱没必要互相折磨 我成全你和你的好弟弟 柳如烟铁铁嘴满脸无邪 离婚好啊她踢掉高跟鞋黑丝赤足踩在地上 朝我一步步走来神色轻蔑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我让伊藤成你一份近身出乎的协议 只要你敢签我就签了这个东西 我面无表情直接点头同意 自从伊藤成成了我老婆的贴身秘书 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好我说话算数 我老婆没有动怒反到嘴角勾起一个玩味的笑容 仿佛早就料到我会如此 哦我忘了协议上还要加一条放弃儿子 我猛地抬头看着她 压抑多年的怒意几乎将我的理智冲散 不可能 柳如烟脸上地笑容陡然消失一根指头戳在我胸口 声调陡然拔高 那你就乖乖给我在家里做好你的家庭主妇 三十岁的人了就算再去吃软饭 你也不看看你有那个资本吧 你早就不行了 她戳的地方正是我就急死 剧痛让我踉跄地跌坐回沙发上 柳如烟点了一支烟 居高临下地默然说 大家都是成年人没必要玩这种弯弯绕 你不过是想逼我退让离婚分家长罢 我很清楚地告诉你不可能 钱和儿子都姓柳也只能姓你 我食指扣紧沙发扶手忍着剧痛 看着这个同床共振八年的人只觉得陌生 曾经那个善良的柳如烟似乎已经死了 一如我们八年的婚姻早就枯萎 柳如烟瞥了我一眼随手丢下一张银行卡 想要钱这都是小事你只要乖乖的 我允许你明天去看一样子 我捡起银行卡一把盖蛋丢掉 连同他带回来的那些礼物也全都扫进垃圾桶 我下午就要见到陈陈 柳如烟轻笑一声踩着高跟隙 登登登地转头去卫生间洗漱 从头到尾他都像一个高傲的魔王 不曾抵下过他高贵的头颅 连一句解释都欠缝 等我老婆从卫生间出来 随手从包里翻出一条用礼盒包装好的领带 丢在沙发上下午穿的体面点别给我丢人 这算是结婚纪念日的另一个礼物吧 我瞥了一眼只觉得想笑被我丢掉的手表也好 这重新包装过的领带也罢 全都是一腾成用剩下的二手货 自从一腾成出现 以前挖空心思都要给我惊喜的柳如烟消失了 所谓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也变成了他竹马用剩下的残刺品 这些也成了他对我的赏赐和失识 我就跟这些东西一样都是被人淘汰抛弃的我 我深吸一口气下楼开车 车上柳如烟还在宿醉连敷衍我的经历都没有 晨晨喜欢的应该是这块儿童手朴 你给儿子挑一块 这块宝蓝色的最好看 我没说话却想起那天视频时 一腾成手上戴着的就是一块宝蓝色的手朴 我老婆手腕上的也是同一个系列 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三口 不光是衣服现在连穿着大半都成了亲子套装 我只觉得车里空气憋们让人唾不过气 老婆见我没说话不耐烦地扭着没头 算了你的眼光太老气 还是一腾成的跳的功效 每次晨晨都很喜欢 我听了只觉得想象 我当然不知道儿子喜欢什么 明明是我儿子 我这个亲爹接触晨晨的时间 还不如一腾成这个外人多 儿子出生之后就直接被柳家接走 说是怕我这个农村出来的人 让孩子染上坏习惯 必须接受他们柳家的精英教育 从那以后我想见儿子 人也都需要经过老婆的手肯 柳家人他会不情不愿地让我见到海 至于一腾成这个受过精英教育的高等精英自然不如 他每天都会去柳家 甚至连晨晨天天都追在后面一口 一个依爸爸的喊着 多可笑我都没资格抱一抱的儿子 竟然在一个外人怀里撒娇 柳家人瞧不起我更不愿意我成为柳家的女婿 一腾成他们却一万个愿意 柳如烟放下手机瞥了我一眼 等会儿见到晨晨你表现好一点 别忘了要是离开柳家你什么都不是 我突然笑了是让柳家家大业大 怎么看得上我这种普通人 可最讽刺的是明明柳家这么有钱 我妈居然是因为没钱治病活生生病死在医院呢 我还记得那天我妈想看儿媳妇最后一人 我打电话过去 老婆却因为跟自己的竹马在旅拍直接摁倒 离开柳家我什么都不是 可待在柳家却连一柳家的调狗都不如 儿子要不是因为儿子 那天我忍着悲愤给我妈办完后事 拎着酒瓶醉倒在马路边上 一个路过的小女孩看见我 给了我一根棒棒糖 问我为什么要哭问我是不是没有家 我拿着棒棒糖一言不发 仰头看着天不愿意让泪水涌出 曾几何时 柳如烟还是那个甘愿跟我一起在出租屋里吃泡沫 晚上跟我一起在路边摆摊的完美一会 为了得到柳家的同意老婆不惜一死性逼 再加上有了孩子柳家才勉强让我这 他们心目中的穷酸夏等人踏入柳家门里 我为了让老婆在家里抬得起头 拼命学习好不容易考上了学校第一 凭自己努力得到柳家公司的职位 却被一句软饭男将我的所有努力全部闷杀 柳家嫌我丢人将我摁在员工岛上一动闷 一待就是八年 而一腾成刚回来就成了我老婆的贴身秘书 那天夜里我所有的美好回忆 全都被风吹散一去不乏 突然一阵刺耳的鸣笛声将我拉回现实 我被前面的车子逼停急忙踩刹车在路边停撒 脸色惨白满头大汗心脏几乎从胸腔中跳出 我捂着心口趴在方向盘上 余光却看到一腾成西装逼体 拿着一束玫瑰花走来 他看到我大汗淋漓故作歉疚地关心我 纪博达实在不好意思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没想到你胆子居然这么小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主要是这束花太漂亮 我觉得很配如烟就着急了点 没想到你车技实在是还得好好练练 我老婆无动于衷反倒整了整衣服瞪我 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真没用 一腾成堂而皇之地将鲜花送给我老婆 他十分自然地接了过去 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 我却没心思理他强忍着剧痛 去拿副驾驶的救命 一腾成失笑记哥你怎么又来这出 上次你妈走了你得了抑郁症 现在连心脏病都有了 我就是送树花没必要吃醋 我脸色惨白发青转头 看着老婆她却满脸硬 你一个大男人学你妈一扑二闹三上吊的手腕 不觉得丢人吗 她撇了我一眼 转头对一腾成说正好今天你过来 我妈上次还说沉沉闹着要见你 她愿意演戏就让她演 我们先过去一腾成也含笑了 却故作为难如烟之不太好吧 既然记得这么难受 要不你就陪陪她 我没关系了 我老婆吃笑一声 看向我瞧瞧一腾成 你还不如一个小女五六岁的人懂事 她说完把我扔在这等死座上 竹马的车扬长而去 这就是我同床共挣了将近十年的老婆 我告诉她的心事 现在全都成了尖刀扎在我最脆弱的眼前 我全坐在车里眼前发黑 差点没停回来 好在素孝就心丸离我不远 我吃了药终于保住了命 如果不是儿子 或许我现在就会掉头离开 柳如烟对我如何那是我跟她的事 成年人的错误不该让孩子来承担后果 我不会让儿子没有父爱 等我驱车到了柳家 却被拦在门口 管家上下打量着我 像是认不出我这个柳家的女婿 她一挥手几个戴口罩的保镖 就拎着喷枪对我全身上下喷消毒水 像是我身上带着传染病一样 随后管家盘问我半天 直到戏弄够了才放我进去 刚走进院子 我就看到一腾城正搂着我老婆并肩而走 儿子就在他们怀里玩得不易落 我老婆看到我了去没有理 大概是不愿意让我打扰他们一家三口 天文之乐 丈母娘就坐在不远处 似乎对这一切早就习以为常 笑得何不容嘴 直到她看见我朝晨晨走过去 脸上地笑容顿时消失 既博打还有没有点规矩 回来连妈都不叫招呼都不打 一腾城抱着晨晨笑着不问 可能鸡哥还在生我气 刚才我不小心别了他一下 这是怪我说我车技不好干妈 你别为难鸡哥 车技不好这车技跟他的演技一样 都是天花板的一路 我丈母娘教育晨晨说以后千万别选你 一身下等人的臭毛病 不知道最后正事 天天嫉妒这个嫉妒那样 小杜鸡长连个男人的样子动 我没有理会丈母娘静止走向儿子 不论他们如何儿子 才是我心中最重要的 谁知道我刚想伸手抱儿子 却被他一巴掌打开手 都要你抱脏 我喜欢一爸爸 我的手将在原地 强忍着悲痛和愤怨 这一刻我的心脏 甚至比之前就急发作还要痛 我看着一腾城脸上嘲弄的笑容 心似乎多了一个洞 八年我整整忍了八年 也窝囊了八年 为了老婆我舍弃前途没了未来 现在不光没了老婆 竟然还弄丢了儿子 彻底一无所有 晨晨的话 直接击碎了我最后的希望 我忍不下去了 我抄起桌子上的茶壶 无差别的朝面前 所有人泼过去 闲脏是把我给你们洗干净 一腾城靠我最近 被热茶烫得最厉害 他跳起来发起刺耳的尖叫 你疯了吗 快来人把他拉走 你一个小三 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 你们有钱人家的好教养 就是教孩子知三当三 上赶着当小白脸 我正准备扭头走开柳如烟 却拦住了我的去路 记博答看看 你现在像什么样子道歉 对不起我缓缓说道 我忘了你才是罪魁祸首 看着别人为你争风吃醋 很得意是的 你别忘了你三十多了 皮都皱了 打在多过尿酸 都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 柳如烟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柳如烟脸色瞬间黑了下来 柳老夫人气得指着我 直发头把这个风格的离去 我冷笑突然意识到 和这些人废话是没有用的 能动手的就别动口 我夺过管家刚拿来的抹布 啪的甩到柳如烟脸上 嫌脏是吗 那就好好把你那张臭品擦干净 不然下次我就拿个马桶刷子塞进去 接着我又走到柳老夫人面前 花的一下把桌子上的茶壶茶杯摔了个粉碎 喜欢摔东西是吧 那就摔得痛快了 什么古董花瓶 什么大事名做我人桌子一起给你 柳老夫人养的鸡娃娃 不知从什么地方跑过来 好我汪汪叫个个不停我一脚给你踹 做完这一切 我觉得浑身舒畅刚要走 柳如烟却为我挡了一下 然后紧紧拉住我的手 记博答别闹了 我看着她的手被柳老夫人扔来的碎片 划出一道道 不愿意放手是吗 我以柳如烟为之称 用力腾起直接踹翻了酒櫃 在悦耳的尖叫声中 一群人顶着满头红酒 字牙咧嘴 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电光火石之间 柳如烟居然把我护在了身下 我惊讶之于赶紧趁机甩开柳如烟的手 紧接着从包里掏出离婚协议书 随手一扬纸张纷纷落下 就当我提前给这家人送点纸钱 叔父啊这口气我忍了十年了 没把整个柳家都砸了已经算是很有教养 晨晨被吓得哇哇大哭 柳老夫人大口大口喘气 好像马上要被过去 柳老夫人和一腾成两头安慰手忙脚乱 柳如烟却什么都不过 一脚踩在离婚协议书上拧唇看着我 好像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你最近心情不好 等你平静了再来道个前 以后我们还是和和睦睦的一家人 看到柳如烟的态度 一腾成急得直跺脚又不敢上来出眉头 我有些怀疑柳如烟是脑子有问题还是失忆了 我和柳家人什么时候和睦过 柳如烟别再自欺欺人了 满地的碎片就像是我们的过去 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 柳如烟的血一滴滴落在地上 不管其他人怎么全 她都笔直又倔强地挡在我面前试图拦住我一去 我毫不犹豫地推开她走出柳家大门 突然身后传来一个细细的声音 爸爸我的心猛的意思 忍了又忍还是没有回头 我不能让我的孩子变成刺向我的历史 我的儿子不是柳如烟用来拿捏我的工具 回家以后我给自己倒了杯热水 吃了药后把自己的蒙在被子里 这间小公寓是我毕业不久自己怎么签了 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乱花钱 可是从小家庭不目的我 最渴望的就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一个不会因为吵架而被赶出来的家 好不容易睡着又被柳如烟 疯了班的短信电话吵醒 他应该很着急吧 就像我曾经无数次那样 柳如烟急切地问我在哪 为什么不回家 你就因为这点小事要和我离婚吗 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儿子 难道你是吃一腾成的醋了 他就是个小男生 我一直把他当弟弟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办法 既不打我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我们都结婚八年了 别让外人看笑话 我被吵得头疼直接回了句别闹 你都三十多了三十多岁的人了 要懂得给自己留点体面 我才发现原来像柳如烟一样处理问题 事情会这么简单 曾经我为柳如烟一句话 彻夜难眠焦虑不安 如今我终于能安心睡个好照 至于他现在怎么想了 已经不关我的事 柳如烟不再骚扰我了 他会时不时给我发些沉沉的照片 试图用孩子挽回我 我经常会看着照片流眼泪 哭完以后 我开始找工作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有了沉沉后 我已经八年没有接触过生活 想想也是可笑 我听从柳家人的安排 改了志愿当了老师 他们又让我辞职带孩子 有了孩子又把孩子抱走 让我安心伺候好柳如烟就好 我凭着高中时候一样的名字 找到一个教育机构助教工作 每天看着这些活蹦乱跳的孩子 我觉得自己也一点点活了过来 苏律师的侄子也在这里学习 他帮忙接送孩子 也会顺带着烧我上下班 我们从孩子聊到离婚 从过去聊到未来 除了想起沉沉时候难过 其他时间我都恢复了正常平静的生活 在我准备停药的时候 突然收到了柳如烟的消息 下午三点到公司 我们谈谈离婚的事 我请了半天的嫁到了公司 前台还是像以前一样为难我 柳如烟倒是没和之前一样 醋没觉得我丢人 反倒是亲自下来迎接我 他在看到我的瞬间眼睛亮了一下 你穿运动装很好看 我低头看了眼身上的衣服 家里大多数的衣服 都是柳家人准备的 我不能有自己的喜好 衣着打扮要配得上柳如烟的身份 这套衣服在衣柜里闲置了大半年 我第一次穿的时候 柳如烟说的大概类似于运动装娇嫩 你如今几岁了这样青春洋溢的款式 专属于一腾城这种小奶狗 我只配穿着围裙在锅边打转 我环顾一圈 今天倒是没看到一同潮 离婚协议呢我赶时间 柳如烟眼中的光淡了下去 一声不吭地把我带到办公室 办公室的柜子 还放着年轻人爱吃的零食 柳如烟一会接电话一会签合同 把我晾在一边好像很忙的样子 别装了签字把我戳破柳如烟的小心思 柳如烟有些烦躁地 从一落合同底下抽出离婚协议 真给了我仔细看了一遍 想起这段时间 苏律师给我灌输的法律知识 祭博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败子 你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我的钱吗 柳如烟有些错愕 把协议流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我不仅不慢地从包里拿出我准备好的内容 逼到了柳如烟面前 我来之前做足了准备 今天一定要和柳如烟离婚 行前给你但是你想清楚 离婚后我会让你再也见不到陈辰 柳如烟近乎恼羞成怒的威胁 我恍惚想起有次 我为了就失足落水的陈辰 命悬一现 柳如烟哭得眼睛都红了 他半跪在我床前 发誓一定会让我们过上最好的生活 然后让我们父子分离 如今又拿着儿子威胁我 可我不是那个手足无措 任人摆弄的季博打了 我看着柳如烟的眼睛 一字一字说法律不会允许 方才还咄咄逼人的柳如烟 一瞬间溃不成军 他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带着一丝试探 季博打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 我答应不再见一腾城就是了 我们18岁相恋20岁结婚 如今已经在一起十二年零三个月 柳如烟不如想想我们是怎么把日子过成这样 从他夜不归宿 从他嫌弃我生病发福的身材 从他吃腻了我做的饭 有没有一腾城都一样 我们早就已经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地 我不会离婚的 柳如烟突然把面前的离婚协议丝成碎片 好像又变回了当年那个执拗绝交的母娘 我不会和你离婚的 季博打我们说好要在一起一辈子 我不会答应 你说了不算我的律师会联系 我抓起包起身 柳如烟却突然描到了协议书的印章 季博打你是为了报复故意勾到我闺蜜吗 为什么我闺蜜会帮你 你穿得这么帅是不是就是为了勾引她 柳如烟拽着我一拳 砸在玻璃门上眼圈微火 刚包扎好的手又渗出血来 周围的员工也都被这声响吸引力目光 窃窃思语起来 我烦躁地甩开柳如烟的手 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了 我把这句话还给了柳如烟 不管我怎么说柳如烟只红着眼睛看我 愿伤口流血也不愿放松 正在此时电梯门突然打开 一腾成好像刚刚收到消息 鞋带都没有系好及匆匆地赶了过来 如烟姐这里是公司有什么事我们回家说 一腾成想拽柳如烟的胳膊 却被一把推开 滚我家的是和你这个小白脸没关系 一句话让一腾成脸色煞白 他顶不住周围议论的目光 桃一样跑开了 明明是一个渣女的错 却要让两个男人承担 我厌恶地瞪了柳如烟一眼 头也不回地离开 失去至亲后离婚一般人都会承受不住 恭喜你准备迎接你的新生活 我讨厌爸妈怨恨柳如烟可恶就是矛盾 心理委屈又不舍不得真的放下 只从眼睁睁看着妈妈去世以后 我就开始一夜夜地失眠 不知道该轻松还是该难的 最终我去看了心理医生 如今就像是断壁求生我挺过来 只是柳如烟还是不愿放过我 他打探我的行踪 在我上下班的路上躲我 又尾随我到新的住址 他执拗得像18岁年龄一样之路 守在我家楼下送早饭 拿着亲手做的小礼物和我开心 我不堪其扰终于答应他好好坐下来 柳如烟没有化妆眼底一团无亲毫无精神 你走以后我过得很不好吃不下睡不着 晨晨也总是哭衣腾成都哄不好 我没再见他我把他开除了也不许他去我家 是我妈总是偷偷让他来 纪伯达我找到了你高中时候送我的签纸 那时候我们不是说好 要一辈子在一起吗 高中时候流行叠签纸盒 一千个签纸盒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那时我们许下的愿望就是 柳如烟和纪伯达要一辈子在一起 柳如烟打开面前的盒子守不住的颤筒 我们和好吧 满满一盒的千纸盒 我笑了笑给柳如烟到了杯咖啡 柳如烟有些事18岁时候做事感动 三十几岁再去做就是可笑了 千纸盒早就飞出了我们年少十一年的梦 现实中的婚姻生活只剩一地鸡毛 柳如烟忽然哭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纪伯达我是爱你的我没有出轨 我只是我只是太忙了 说到最后柳如烟自己都心虚地低下了头 成年人的世界就是这样 有些话点到为止彼此心里有数 可我不想给柳如烟留下这最后的今年 我生日的时候你说忙 我去你公司找你看见你在陪一堂城看电影 我脚扭伤的时候你说忙 我一瘸一拐地下楼丢垃圾 看见你在车里玩手机不愿回家 你究竟是在忙还是在逃避我们的婚姻 日子都过成这样了还有积蓄的必要吗 我们都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曾经你觉得我是你的树 如今对我来说你也一样 柳如烟从强装镇静到气不成声 眼泪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 无愧因为从女人的眼眶里流出来就变得惊弱 柳如烟被我赶走后 还不死心听说她找苏律师打了一砸 两个颇有身份地位的人 当街扯头发互接老铁 本来占了上风的柳如烟 被一句早干嘛去了下的落荒而逃 可这一切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已经过了那个会一点小事吧 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年纪 我不需要再把任何人当成自己的救赎 工作至于我认真被讨打算好的编制 事业可比婚姻稳固多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柳如烟刚刚消停 柳老夫人又联系我主动提出让我多佩佩晨晨 我这才知道晨晨在学校被孤立 她不愿意上学每天在家又哭又闹 谁都想不住开始晨晨还很抗拒我 后来又忍不住扑在我怀里哭诉 所有小朋友都不喜欢她 晨晨被柳家人宠坏了 可是贵族学校的孩子都是精致玉叶 不可能像柳家人一样惯着她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 你不能因为没有钱就去欺负他们 教养不是穿多贵的衣服 是平等地对待每个人 在我的劝说下晨晨终于肯脱下小皮鞋 踩在公园的沙地里疯来 抛开柳家繁琐的规矩 她还是那个天真懵懂的孩子 这是我第一次在晨晨脸上 看到属于孩子的笑容 回去后晨晨胃口大开都不需要哄的吃饭 临别时依依不舍地拉着我的手 爸爸我其实很 我也想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有爸妈老的睡觉 你以后能不能多来陪陪我 我鼻子一酸对于这个儿子 我始终都是愧疚 我答应晨晨会经常陪她带她去游乐园 鼓励她和小朋友们分享玩具一起玩 我去柳家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柳老夫人对我的态度从不懈 变成小心翼翼地讨好 甚至还会找各种借口留我在家吃饭 柳如烟似乎是有意博我 只要我到柳家 她总会失去地承接口一看 很多次我都不小心发现柳如烟在楼上偷偷看我 吃过饭后我陪着晨晨在花园里玩过家家 她玩累了靠在我的怀里爸爸对不起 我以前不懂事伤害了你你能原谅我吗 我给儿子擦了擦头上的汗珠 没关系是爸爸妈妈没有照过好 子不教父之国 晨晨没能在一个正常幸福的家庭长大 这是我和柳如烟不补却的责任 那你能原谅妈妈吗 我想爸爸妈妈都陪在我身边 这样大家就不会笑话我是没有家教的孩子了 我的心难过得差点落下泪来 我把她带到这个世界来 又不能好好陪着她 我把头埋进晨晨的头发里 不让她发现自己的异样 晨晨不是所有的道歉都能得到原谅 当你伤害一个人的时候 就要做好对方一辈子不原谅你的准备 我不想骗她 不想她小小年纪就和我一样 为了个敷衍的谎言 日复一日地等待下去 年幼的晨晨听不懂 躲在花坛后边的柳如烟却能明白 晨晨是我的儿子 我会原谅她的行为 对她的人生负责 可柳如烟不同 我没有义务承担她的人生 她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 晨晨靠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把她交给保姆准备离开 柳如烟终于出现了 我整理旧屋的时候发现了一些东西 你要不要去看看 有什么需要的顺便带走 我点点头看看也好 柳如烟拿出一箱我们高中时候的小朋友 过去的东西保管得再好也会当年不一样 柳如烟把所有东西样样摆在我面前 这是我们在精品店买的娃娃 大的是我小的是你 这是你高中时候最爱看的书 这串风铃还是你亲手做的送给我的 每样东西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这是柳如烟最后的挣扎 她潜力即穷只能试图 用我们过去的美好回忆打动 还有这个这是我们一起写的愿望精淡 好多我们都已经实现了 为什么还要分开 柳如烟自顾自的念了起来 我们要住在有落地窗的大房子 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去瑞士华学 她不说话了她终于想起她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相约结婚十周年一起去瑞士华学 那时候我们尚且懵懂 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幻想 我们以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 能够事业有成 能够走遍世界的角落 能够和喜欢的人永远在一起 怎么会这样不是这样的 我们明明说好 要一起实现所有的愿望 明明就快要做到了 瑞士之旅是我想为我们十周年的婚姻 画上最后一个圆满句号 可惜柳如烟忘记了柳如烟实言了 我想18岁那年的纪伯达一定会很伤心 可我现在30了 瑞士我自己也离去 不管身边有没有柳如烟 眼前的景色都不会变 我为我们的感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对18岁的自己有了交代 遗憾的只有柳如烟 不要守着过去的回忆过日子 问一问18岁的自己 会不会原谅现在的你 我要向前走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我离开后不久就听说柳如烟大病一场 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抱着一堆年轻时候的东西不吃过 柳老夫人和一腾成文翻却 她差点被一腾成冻着 过去的回忆腐烂成找 困住了柳如烟自己 柳家人求我复活 我给他们推荐了我之前的心理医生 气得柳老夫人破口大骂 骂完后又亲自登门至起 求我帮帮她女儿 现在的柳如烟整个人都垮 公司不管谁都不见 就连见到晨晨也是一个 近的流泪说对不起 我问过晨晨会不会生我不气 晨晨歪着脑袋思索横走 好像是想替柳如烟求情 犹豫了半天也只说爸爸别不要晨晨 我会用余生补偿晨晨 做一个称聚的妇人 但在这之前我要想找回自己 即使柳如烟躲得不见我 我也坚定地联系了律师起诉离婚 这场离婚官司拖了一年多 柳如烟从开始咬牙不放手 到最后什么都不要只要晨晨 她执拗地认为抓住了晨晨 就是抓住我们最后的希望 最后我分走大半家产拿到了离婚程 我有了花不完的钱 开始投身于教育事业 捐了很多个希望小学 生活忙碌又充实 看着那一个个生机勃勃的小脸 我也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迷茫无助 因此才会迷失在柳如烟 为我编织的梦里 糊里糊涂地搓磨了十年的光阴 如今十年梦醒属于我的人生 才刚刚开始